我記得那個時候你當譚詠麟的嘉賓 是不是這個人在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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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來西亞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陳希峰 我跟哥哥呢 以前是一個團體叫Top20 那以前也在馬來西亞拍過電影 那這幾年都在台灣拍一些連續劇 不知道在馬來西亞 能不能看到我們呢 如果有的話 支持我們 還有我的好朋友文文 他要開演唱會了 希峰在這裡 祝文文的商 趕快好起來 來趕快唱歌給大家聽 還有大家要支持 有限娛樂國際有限公司喔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話 你們就是在多少年 二十年前吧 二十幾年前 有去馬來西亞拍過電影 有拍過電影 對 那記得好像馬來西亞 跟台陽寧有做一些巡迴的演唱會 當他們的當台陽寧的嘉賓 我記得那個時候呢 我們是同一家公司的 那你們兩兄弟呢 就當韓永霖的嘉賓 嘉賓 對 那個老闆也有讓我們拍電影 在馬西亞取景拍電影 還記得那部電影的名字嗎 嗯 狗仔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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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套嘛 生命有Take 2 啊 對對對 狗仔大佬 狗仔大佬 你都知道廣東話 對啊 去廣東話很厲害 好 那在台灣呢 我想提起這個希峰你一字 沒有人不認識的 沒有沒有沒有 畢竟在台灣也回來了很多年 那其實我們在台灣呢 我們都是拍台語劇 就是明南語劇 對那也在香港也有拍過電影 嗯 月亮的秘密 來講廣東話 嗯 那 但是我跟你說 我在馬來西亞 我問我的朋友 我拿你一張照片出來 說認不認識這個帥哥 當然認識啦 我看他的鼻子 當然認識啦 拿到我來的 哈哈哈哈 你年輕的時候 真的有得比的 是帥哥 現在都是帥哥 謝謝 來吃飯 哈哈 等一下喝茶吃飯來的 當然要講幾句讚美的說話 聽說你要開演唱會 對的 原本是打選金銘的 金銘銘銘銘銘 但是要問我的腳的問題 膝蓋的問題 有個狗 誰啊 我都認了 有個救患 所以你要等他復原 醫生就勸告說你 盡量不要做太激烈的運動 就讓他可以長一點的時間去修復 也對啦 就是把最好的狀態呈現給我們的觀眾 所以我是希望說我盡快的就是希望他可以完全的康復 然後可以的話就在今年的年底 如果不行的話就明年的年初這樣子 因為我們舞雲啊 他在演唱會會 會那個翻跟斗 翻跟斗 是嗎 會這樣巴轉 好的 我也希望我能夠做到 可以的 到時候 這演唱會的時候 你一定要過來 一定要去聽的啊 對不對 希望 能做 跟你很接近的在上面這樣 小粉絲這樣看著你 唱歌也很好的 你知道嗎 所以你又能唱又能演 你去哪些酒呢 你知道這種嘉賓 我一定要把他 請過來 對呀 我們講成這樣的準備 我們叫我們馬來西亞的老闆 對不對 在開個電影啊 哪個老闆 有威樂的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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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 那這次真的很開心 來到東北 他真的很忙的 真的 我跟他講 他出來見面 對呀 沒有見 我覺得以後呢 你們就 有空就過來台灣玩 好啊 我們有空就去那裡找你們 對呀 我很希望可以很快地見到你 還有希望 有件威樂 有些 以後呢 有些電影也好 電視劇也好 或者是主持演唱會 什麼都好 都可以跟你一起合作 是啊 真的很 很開心 夢想的 不是 我很久沒有去馬來西亞了 你想去看一下 你來到馬來西亞 放心 我跟你說 傳包 帶你吃喝玩樂 OK 現在馬來西亞真的是 一個美食天堂 喜歡吃嗎 喜歡吃 我終於馬來西亞和你 以前你來馬來西亞最喜歡吃 肉骨茶啦 哈米 都搖 老林重鎮也 哦 yeah ok 那好 趕快過來了 我們跟馬來西亞跟新加坡的觀眾朋友 sa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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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得去看演唱會哦 呼